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241集 按照郭主任所讲 前几天 他带着山上的保安 进行例行的防火检查 在一处观景台边 看到了这个女人 当时这个女人站在观景台边 嘴中喃喃自语着什么密码 暗号 尸体之类的话 郭主任感觉 这个女的精神有问题 特别多看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 女人离开了观景台 朝着一处酒店走去 郭主任尾随其后 通过打听 得知这个女人名叫陈儒 是六天前上山旅行的 两位 我感觉这位女死者 不是什么好人呢 郭主任正色说道 你们想想 哪有好人说死人 暗号之类的话呀 郭主任 死者是什么身份 我们警方会查的 谢谢你提供这些消息 取得了死者的个人信息 想要找到他的身份 就容易多了 陈儒今年32岁 曾经开过一间化妆品店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未婚 林法医 你看看这个 晚上 我和姜大同坐在酒店的房间里 分析现有的资料 姜大同将打印好的陈儒个人信息 递给我 指的最末端 写着调查的情况 陈儒最近半年没有工作 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 而培训班培训的内容 是有关私家侦探的 我仔细看着文件下门的内容 正如江大同所说 陈儒于半年前花了三万块钱 报名参加一个叫做 神探亨特的培训学校 这座培训学校 培训内容非常的有意思 专门培养私家侦探 所谓的私家侦探 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 这种职业在国外很盛行 国内因为法规的原因 没有私家侦探生存的土壤 不过人总是有办法的 许多人将私家侦探 改成了商务调查 从事的工作跟侦探一模一样 这所亨特神探学校培训的内容 不仅有跟踪小三 调查婚姻财产的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只有警校 才能教授的行侦知识 这 我愕然看着有关亨特学校的介绍 说道 这所学校胆子也太大了 这些东西能教吗 现在只要有钱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干的 江大同冷声说道 私家侦探学校警无知识 我的脸色一变说道 如果凶手和死者 是在同一所培训学校上学的 学得了这些只有警察 才能学的东西 那他很可能已经不在山上了 你说什么 不在山上 这怎么可能 江大同满脸惊讶地说道 警区被警方完全封锁 凶手根本不可能离开 除非他会飞 凶手不会飞 淡得会爬 我叹气说道 今天早上我在后山进行检查 发现一棵大树上面的痕迹有问题 树皮似乎为什么东西磨过了 我本来想要仔细检查 后来你派人把我叫过去 现在想来那是绳子的磨痕 凶手在杀完人之后 用绳子绑在树上 然后以锁匠的方式下了山顶 估计是从警区的后山步行离开了 可是这也不对呀 如果他用绳子离开 又是用什么方法 解开困在树上的绳子 我摇头说道 有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清楚 不过我有很大的把握认为 凶手已经不在这里了 不如明天咱们去这所学校看看怎么样 也好 不过不能声张 江大同同意我的建议 又提出了补充意见 假设凶手上过哪所学校 学过各种专业警务技能 反侦查经验一定很丰富 如果大张旗鼓去学校进行调查 肯定会惊到凶手 说不定会让他闻风而逃 最好的方法是 我和江大同穿着便服 以普通人的身份 混进那所学校进行检查 在沉入班上的学员中 寻找出可疑对象 第二天清早 我们俩人一同下山 至于山上的警员并没有停止搜索 继续在山上调查 毕竟凶手逃脱 只是我的个人判断 至于是不是这样 还有待进一步搜查 下山之后 江大同找了一辆民用汽车 拉我前往亨河神探学校 这所学校距离景区大约有四十多公里 位于景区临近的城市 一个多小时后 汽车开进了市区 我突然叫出江大同 说道 江队长 麻烦你停一下 我要去买点东西 江大同脚踩刹车 江车停在马路边 说道 你去吧 我解开安全带快步下车 一头冲进前方的百货商店 再次出来时 手上多了一盒东西 江大同看见东西 发现竟然是一颗巧克力 林法医 你买巧克力要送谁啊 我女朋友 我不好意思地说道 昨天你也看到了 那个 理解理解啊 江大同淡淡一笑说道 林法医真是个好男人啊 割地烦巧克力 是世界五大巧克力之一 价格不菲啊 江大同竟然对这些东西挺了解的 我好奇地问道 你也买过这个 正在开车的江大同说道 前几年跟老婆送结婚 今天日礼物买过两盒 不多时 我们俩来到了侦探培训班所在的小区 没想到 这里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 而且这附近 没有地方停车 江大同开车向后倒去 到到了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竟然把车停了下来 江队长 随意停车是要被贴条的 贴就贴吧 如果能找到凶手 给我贴满罚单我也认了 看来江大同是一个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人 本以为 停完车就能进入校区的 没想到麻烦事又来了 保安看我们要进去 在里面冲着我挥手 我看保安有点眼熟 说道 江队长 咱们是不是见过这个保安啊 江大同看了一眼保安 说道 不是咱们见过 是谁都见过 我不明白地摇摇头 江大同笑道 看过太阳的后裔没有啊 这电视剧两年前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大街小巷都有的电视剧海报 在单位的时候 好多女警偷偷看 没少被陈可欣批评 我一头雾水地说道 难道这两个保安 还演过太阳的后裔 江大同哈哈大笑说道 你看看他们的衣服样子 我终于想起来 为什么觉得眼熟了 两人身上穿的衣服 跟男主角衣服一模一样 怪不得我觉得奇怪了 电视剧里男主角是个特种兵 两个保安身上穿着 也跟特种兵一样 真是怪事年年有 现在商家也是赶时髦 就连给保安做的衣服 也都跟特种兵似的 他们叫什么特种兵啊 不过就是一群娘娘腔 江大同满脸不屑说道 我猛地记起 江大同好像就当过兵 电视剧里那些人 虽然职业是特种兵 但一个个看起来 皮白肉嫩的 哪有江大同这么猛啊 你们是学员 还是访客 几名保安走过来 询问我的身份 我说道 你好 我们是来找人的 见我们不是学员 保安态度就变得 有点不客气了 你们既然是来找人的 那就给校领导打电话 让他们出来接你们 我们想来参观参观 兄弟 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为了不暴露身份 江大同与其客气地 和保安说话 其中一个保安讥讽道 哼 我们这是培训学校 不是游乐场 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 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去 那我们也离下岗不远了 这叫什么话呀 谁是阿猫阿狗 我有些生气地说的 我们真的是进去找人的 就算这是你的工作职责 可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啊 光看你们身上的衣服 就知道不是正经人 说不定是进去推销 或者是偷拍 我们这里可是封闭教学 不许外人贸然进去 我好言相劝 保安却越说越过分了 忍不住说道 你们两个就是开大门的 牛什么牛啊 哎呀小子 你还敢出言不许 今天我非教训你不可 一个保安说着就拿起了对讲机 看样子是要喊人了 另一个保安从腰上拿出警棍 指着我和江大同 今天不给我们道歉 你们就别想离开 拿着警棍的保安更过分 我还没有让他们给我道歉呢 这些人竟然让我给他们道歉 现在我们就要进去 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怒喝道 眼见着我和保安就要发生冲突 江大同沉声说道 哥们 我兄弟不懂事 你也别生气 你看我们进去一会儿就出来怎么样 江大同一边好言安抚两个保安 一边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 悄悄递给保安 看来保安也是此中老手 飞快接过江大同的钱 对着另外一个保安使了一个眼色 另外一个保安点了点头 拿起手中对讲机 对里面说了一声 意思是这里已经摆平了 他们不用过来了 哎呀 你们进去找人不早说呀 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 互相体谅嘛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收了江大同两百块钱 保安嘴脸变得可真快 还一口一个兄弟 谁跟你们是兄弟 我没好气地说道 看到保安脸上表情有些尴尬 江大同急忙拉了我的袖口 两位我朋友不懂事 我拉到一边去教育教育他 你们别生气 江大同也在一旁拿出烟 递给两个保安 搞定了 我们进去 江大同说完 就领着我走向大门 电动门自然开了 我回头一看 保安手中正拿着遥控器 费尽力尽 我们俩终于进到校区里 我和江大同按照查到的情报 走到了陈如平时上课的三班 班上正在上课 我和江大同进去之后 并没有怀疑我们的身份 毕竟保安都被我们摆平了 里面的老师就更加不会多问了 今天 江会教授有关暗号的知识 老师抬手点了点白板 说道 我先讲解一下 破解暗号的技巧 老师 死前信息和暗号 有什么分别吗 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女人 举手发问 死前信息 是被害人用作指出凶手的暗号 属于最简单的暗号 老师淡淡说道 死前信息 与其他暗号比起来 有一个不同之处 文言 客堂上顿时鸦雀无声 老师说道 死前信息 是想让人解开的暗号 这点 造成了他较其他暗号简单的原因 我现在就出一道 有关死前的信息题目给你们 警方在某栋楼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者是被刀刺中 因尸血过多而死的 而在死者倒卧的地板上 留下了四个用血写成的数字 经警方判断后 相信是死者留下的信息 2 1 0 这就是死前留言 最后警方调查出三名有可疑的人 老师一边把数字写在白板上 一边说着案例 丁浩22岁 死者的好友 王丹41岁 死者的上司 白杨25岁 死者的同学 请问凶手是谁呢 老师看向台下说的 我看着眼前的资料 感觉毫无头绪 完全陷入了困境 你在做什么呀 我看着江大同露出 跃跃欲试的表情 不禁感到奇怪 当然是解开那道谜题了 文言 我有点哭笑不得 我们过来是调查案情的 江大同心也太大了吧 等了一会儿 见众人无人回答 老师摇摇头 显然是有些不满 这些学生的智商 这也太简单了 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凶手是丁浩 只要把三人名字 用笔划转换成数字 就能够知道真相了 老师鼓掌说道 很好 完美地解开了这暗号 听了一会儿 我和江大同一起离开教室 准备开门见山去找老师 询问陈儒的情况 忽然 江大同蹲下身 从地上捡起一张纸 这是什么呀 我凑过去问道 江大同把纸递给我说道 这好像是 刚刚讲过的暗号 说吧 江大同脸色大便说道 不对 这是凶手给我们的挑战书 字条上写着四二二一 下面还有一段话 警官先生 你们搜查的方向没错 我就在这家私家侦探培训班里 至于能不能找到我 就要看你们的能力了 可恶啊 江大同愤怒说道 这家伙也太嚣张了 我苦笑道 比这嚣张的凶手我都见过 现在还是想想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吧 文言 江大同面露冷笑 用充满自信的语气说道 就让我来解开这个谜题吧 江大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纸 就像一只紧紧盯着猎物的猎犬 由于神秘出现的纸条 我们两人决定继续隐藏身份 看看凶手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最后 我们回到教室 坐下继续上课 接下来 我会继续讲解暗号 我和江大同都没有专心听课 因为我们正被眼前的谜题吸引 我知道了 看到教室正中的钟表 我脑中闪过一道灵光 四二二一 这个数字反过来应该是一二二四 十二 应该是指晚上十二点 同时 二十四也是代表这个时间 我将猜出来的结果 告诉江大同 凶手留下的纸条 说明他会在午夜十二点出现 我和江大同计划偷偷留在这里 想要知道 留下这张纸的凶手 会不会真的出现 凶手胆大妄为 到给警察下战书 说明是个目无法计的狂徒 当然了 或许这只是凶手的恶作剧 但是关乎到人命 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总之我们两人无论如何 也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时天气十分门热 四周变成了一个锅炉 快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煮熟了 而此刻 我和江大同正静静待在其中一个教室里 我看着手表的指针 现在正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 也就是说距离我们所等的时间 不到半个小时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我和江大同一直待在这里 没有出去 突然外面下雨了 刚刚我还能听到微弱的脚步声 现在已经被雨水的声音盖住了 江大同不无懊恼地说道 形象不大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步伐 只要细心倾听 绝对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步行 江大同低声说道 我刚才数到第三个时 雨便下了起来 我和江大同的对话 很快便结束了 现在 我们正紧贴着墙壁 透过窗户 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情况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看到的 只是无数根白针 从天上落下 等了一会儿 江大同决定出去看看 过了几分钟 雨已经转变成了急风猛雨 不安的心情 忽然涌上我的心头 此刻 江大同究竟在哪里呢 已经过了15分钟了 我喃喃自语 有些担心江大同会遇到危险 原本我的意思是 调集警力不控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 被江大同给否决了 看着眼前手表的指针 不停在转动 我担忧的心情也不断增加 最终 我也打算外出看看 突然一声巨响传出 虽然我听得不太清楚 但那声音确确实实是枪声 声音是由前方传出的 应该是江大同开的枪 我顺着声音跑去 来到了校区的后门 这里 依山而建 后面直通山区 我隐约看到脚印 好像是江大同的 由于下雨的关系 山道变得满是泥泥 一不小心就会沾上泥泥泥 这么说来 只是跟随脚印走 就能找到江大同和凶手了 走了没多久 我看到半山腰有几个小房子 应该是工人休息的地方 我慢慢走进门前 透过窗户 看里面的情况 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立即打开门 这里是一间空房间 只见脚印一直走到中间 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房间的两扇窗户是紧闭的 现场只有木质的地板 紧闭的窗户 天花板 和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 除了我以外 一个人都没有 看到眼前空无一人的房间 我不禁感觉到莫名其妙 走到房间中间的脚印 疑似枪声的巨像 和消失的江大同 一切都十分奇怪 大雨仍然下着 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对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在这个时候 我只能找人帮忙了 我立即取出一部手机 打给刑警队的其他人 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 照亮了木屋内部 倚靠着闪电的光亮 我惊讶地看到 地板上面流有血迹 难道地板下面有暗道吗 想到这里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 趴在地上摸索 不大一会儿 我发现一块地板 穿来空荡荡的声音 果然下面有暗道 我费力地掀起地板 看到了一个洞口 我一跃而起 跳进了漆黑的洞口里 片刻之后 我到达了洞穴的底部 我跌在一块厚厚的软垫上 身上毫无损伤 忽然 我感觉到脑后被东西顶着 传出了扣押扳机的声音 你完了 一道陌生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出 这家伙 难道就是捉走 江大同留下纸条的凶手吗 难道我会死在这里 你是谁啊 我强装冷静地说道 死吧 这样说的话 江大同已经被枪杀了 不 我怎么会这么想 江大同经验丰富 怎么会这么轻松 就被人杀害呢 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凶手的手枪 仍然顶着我的后脑说道 刚才有个像你这样的家伙 走了去了 我一不小心 就让他逃走了 如果你能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就不杀你 凶手冷然地说道 那个人是谁 我一生都没有做过 什么重要的抉择 然而此刻 我却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 对我来说 责任还是性命重要呢 若选择了责任 我将会在世上消失 如果选择了性命 我还能安逸地生存在世上 你做梦 此刻我已经不再害怕了 枪声响起 倒下的并不是我 而是背后的凶手 江大同快步冲来 将我从地上扶起 关切地说道 林法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凶手 说道 刚才出什么事了 别提了 我差点让他给害死 江大同一脸庆幸地说道 我出去试图寻找凶手 没想到 刚刚出去就看到一个人影 我正要走过去 人影突然开枪 幸亏我反应及时躲开了 不过 胳膊还是被子弹擦伤 我忍着痛追过去 后来就到了这里 回到刑侦二队 我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接待 马如龙这小子不知道从哪 搞来了几张彩色打印纸 上面像模像样地写着 欢迎神探凯旋 你们就别玩我了 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哭笑不得地看着众人 马如龙笑嘻嘻地说道 林哥 你出去度个假 都能把案子给破了 听说从案发到破案 只用了两天时间 你不是神探人士啊 听马如龙提起那个案子 我不由得觉得后怕 如果不是江大同及时开枪 恐怕我早已变成 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时间回到两天之前 那时在山上的木屋里 江大同开会将凶手击毙 把我从凶手的枪口下救出 事后我才知道 凶手杀死陈儒 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 而是要拿陈儒练胆子 凶手名叫张涛 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放在人群里 基本不会引人注意 他报私家侦探培训班 是因为听说 私家侦探可以挣大钱 学了几个月之后 张涛感觉 自己已经可以出事了 可是实际情况 跟他所想根本就是两回事 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绝大多数都用不上 我国的私家侦探 一般被用来调查出轨 替女方抓小三 这对张涛来说 简直就是大财小用 张涛认为 自己学的这些东西 应该发挥更有价值的用处 比如寻找杀人凶手 获取警方的奖金 可惜现实和理想 总是有差距的 张涛借了一大笔钱 参加培训班 结业以后 却无法将所学的东西用上 渐渐地心里产生一种别样的想法 他要用所学的知识 以另外一种方式挣钱 侦探培训班教授的内容 绝大多数来自于国外 国外私家侦探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可以在私下调查案件 甚至必要的时候 可以加入案件的调查 相应的配套教材 以及案例非常多 可是在国内 情况就不同了 国内警方办案 一般都是独立执行 基本上不会借助外人之手 即便发布悬赏 大多数情况下 也只是通过悬赏来获取线索 不会让私家侦探这类人 介入案件的侦破 觉得大财小用的张涛 生出了利用自己所学知识 打劫银行的念头 念头如野火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想要打劫银行 就必须练就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 什么事情能够练胆呢 那当然是杀人了 杀人说起来容易 可是要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张涛决定 从身边人下手 目标选中了 跟他同伴的同学陈儒 不久之后 张涛悄悄跟踪陈儒 进行着杀人前的准备 他制造了一起 完美的杀人案 如果能够瞒过警方的调查 证明自己抢劫银行的计划 就可以付出实施了 后来 陈儒去山上旅游 张涛一路尾随上山 假装偶遇 将陈儒骗到了那处 无人的地方 然后在陈儒不注意的情况下 将他杀害了 杀掉陈儒之后 张涛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 将绳索捆在树上 锁将到了半山腰 到了半山腰 张条顺着土坡一路滑下 避开了警区前面的正常山道和监控 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溜走了 至于张涛手里那把枪 是他从涉密工厂里偷来的 准备作为抢银行的武器 马入龙好奇地说道 林哥 案件的相关通报 大家已经看过 不过有几点 上面没有详细说明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凶手是怎么知道 警方进入了培训学校啊 说起凶手为什么知道 还要提起那间培训学校的性质 我将培训学校的情况 详细地向众人讲了一遍说道 那所学校的老板是个外国人 由于不懂国情 将国外培训侦探那套东西 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国内 其中有大量警方 使用的警务知识 张涛通过学习 知道警方在发现实体之后 会先查死者的社会背景 以及人际交往圈子 认为警方迟早会查到那所学校 因此悄悄地在学校潜伏下来 观察警方的调查进展 等等 梁天打断我的话说道 你和江大队长 没有暴露身份 穿着也是便服 张涛是怎么看出 你们两个是警务人员 这我也不太清楚 我摇头说道 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通过对江涛家里进行调查 之后当地警方分析出的内容 至于他为什么能知道 我和江大同是警务人员 凶手已经死了 没人能够回答 马如龙插话道 林哥 你说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啊 江队长开枪救你 说明江队长的枪就戴在身上 张涛会不会是看到江队长身上的武器 因此断定出你们的身份 要是这么说 倒也有几分道理 不过这些总是我们的猜测 至于是不是 死人是没办法跟我们解答的 我苦笑道 事情都说完了 大家都散了吧 要是让陈队看到 咱们去堂聊天 小心爱训啊 放心吧 陈队去省厅开会了 今天不会回来 马如龙不以为意地说道 大功臣凯旋而归 就算陈队在 也不会训我们的 你呀 我苦笑道 我去旅行这段时间 这里有没有发生恶性案件 没有 王大海从外面走来笑道 小林啊 这几天玩得怎么样 听说你协助当地警方 获获了一件恶性凶杀案 对方已经把嘉奖信发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来我办公室取一下 林哥 这回你牛大发了 马如龙竖起大拇指 什么牛不牛的 我们是警务人员 去到案子难道还能袖手旁观吗 说到这里 我心里又有点唏嘘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当时让沈兵一个人回来 估计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呢 想到沈兵 我猛地想起了 放在箱子里的那盒巧克力 但愿没出什么问题 我起身跑回自己办公室 打开旅行箱 从衣服最下方 拿出了装有巧克力的盒子 我松了口气 巧克力没有融化 保存完好 今天晚上 抽个时间给沈兵送过去 再说点好听的话 相信沈兵是不会和我生气的 突然 外面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比如说 感谢观看